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薑豆紅 為什麼要跟各位介紹薑豆紅呢 就是因為早上我去菜市場買荔枝的時候 看到荔枝的色彩 突然想到 薑豆紅的色彩 是不是從荔枝的顏色發想而來呢 請支持 台灣小農 美人醉 娃娃面 桃花片 是一種古人用來形容紅色的方式 而這種紅色呢 就是今天要介紹的瓷器 薑豆紅 薑豆紅的命名 是因為顏色像秋季的薑豆 只在康熙年間創燒了短短數十年 也成為了康熙年間宮廷瓷器的代表作之一 那為什麼後續的皇帝期間不再燒製了呢 答案是太難也太貴了 1300度的高溫搖燒 常常因為控制不當 導致發黑 或是不顯色的情況發生 而作為發色的銅元素 在當年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所以最常燒製的呢 就是宮廷的文房用品居多 如此精品的誕生 在當時是許多名門望族都想要的寶貝 因為康熙皇帝除了愛國愛民 在學習以及創新方面 也是公認的天下第一 因為康熙皇帝 也許多名的大門 在學校上 也是家庭的項目